小姐 那你今天早点休息 等到明天你见到他 一切就都清楚了 我想这应该是一场误会 小姐 赵公子对你的感情 从头到尾 实验看得清清楚楚 我觉得赵公子 并非是薄情寡义之人 没错 小姐 你说该不会是这封信的 定有蹊跷 实验 你可真是一根墙头草 刚才还在那里拍着胸脯说不答应呢 这回又替赵子龙说好话 小姐 你又取笑人家 我是认真的 不管怎样 谢谢你缓解我心中的郁姐 无论如何 我都要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这刚才要不是清衣突然介入 就那几个护院 要打败他们 那就三两下的事 师妹 不要说了 其实清衣 顾虑得对 我们今晚 确实莽撞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先回去 再说吧 走 周大哥 这么晚 你们怎么进城了 柳臣不见了 严惩 什么事 柳臣 柳臣 一直认定高则就是杀害晴儿的凶手 这次知道高则来郡去 就闹着要找他报仇 这柳大哥和晴儿兄妹情深 之前我就见过 柳大哥因为思念晴儿而实不下咽呢 都怪我不好 没把他给看好 周大哥 先别说那么多了 还是先找到人再说吧 我 瞅的就是不知道该上哪儿找 我想最有可能的地方 就是高则下他的驿馆 我 刘洛 好 他 高则 活我妹妹命来 怎么是你 你想干什么 高则 你杀了我妹妹 我要让你 一命怀疑命 谁告你人是我杀的 懦夫 敢做不敢承认 快说 你凭什么怀疑是我 除了你 还会有谁 先告诉我 你怎么会在这儿 赵子龙呢 他没和你在一起吗 赵子龙 他在你的心里 不已经早就死了吗 你胡说些什么 我有没有胡说 你心里最明白 被我猜中心思了吧 高则 今天我杀不了你 我也不准备活了 反正你杀了我妹妹 也不差多杀我一个 来吧 高则 我若现在杀他 岂不是坐实了我杀柳擎儿的罪名 他不能死在我手里 高则 我今日若是不死 我跟你没完 迟早有一天 我会亲手杀了你 你无需再次胡搅满缠 凡事讲凭据 有甚 我没有杀你妹妹 信不信随你 还有你想杀我 那就先回去把功夫练好 再回来找我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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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则 你给我回来 你敢做不敢承认 你个闹肿 高则 我告诉你 早晚有一天 我会承认了你 言成 言成 没事吧 刚才 我差点杀了高则 差点替我妹妹报仇 走 难道赵子龙 真的没有死吧 怎么可能 忍着点啊 还好只是脱臼 没伤到筋骨 看样子高则是手下留情了 今天 他不杀我 我今后 一定不会放过他 言成 今夜你行尸莽撞 差点丢了命 以后不能这样 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晴儿 他死得太冤了 我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 我不能完全确定 杀死晴儿的 就是他 除了高则 不会有其他人 就算是高则杀他 就你那两下三脚猫的功夫 还想杀他 我 言成 没有了晴儿 我和你一样心痛 所以 我不会再让你出事 可是 可是 我真的不敢信哪 刘大哥 你为什么这么确定 是高则把晴儿杀了 这当中 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想让晴儿白死吗 你先别激动 你冷静一点 我只是觉得奇怪 如果他真是杀晴儿的凶手 那他今晚 为何不杀你啊 不管杀死晴儿的凶手 是不是高则 将来 总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晴儿 他不会白死 我一定要手刃 杀死晴儿的人 吉隆 轻衣 站住 你不是回信 与我从此断了情谊吗 为何要夜闯侯府 与我相见 这 我从未得到过信 什么回信啊 看来赵子龙真的没死 郡主既然坚持去赴约 想必两人 一直都有联系 你 当日被我打入湖底 竟然还能活着回来 还真是命大呀 高将军 依你看此事怎么办 赵子龙 还能活着回来 乃真定线 击退山贼的大英雄 既然他命不该绝 当然要祝福他 继续享受这份荣耀 子龙 我应该信任你的 你待我又怎会如此无情呢 我既然和你有了约定 我定不会辜负你 只不过 我们二人中间 有许许多多的矛盾 而你的婚约 也横在了我们的中间 你怀疑信件乃是高则拦截的 我并无证据 常言道 闲谈莫论他人非 我不可妄下定论 不过高则这个人 还是需要提防的 子龙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和高则之间 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吗 你离开甄殿以后 真的发生了很多事 琴儿 他死了 怎么会 此事难道和高则有关 当天我和琴儿 在树林里遇到了埋伏 对手对我们的情况 了如指掌 因我身患剧毒 双眼失眯 未能保护琴儿 我也因此 掉入了流沙 为什么发生这么重要的事 你都没告诉我 我连你差点丧命 都不知道 我这不好好的 坐在你的对面吗 究竟是谁要加害于你 我身上的毒 是在牢里面中的 而对方对我的枪法 又十分熟悉 所以你认定是高则所为 你可有确凿的证据 子龙 你怎么如此糊涂 高则若是有心害你 随时都有机会 难道你忘了 是谁一次次帮你的 我知道 我也不想怀疑他 可是所有的疑点 都指向高则 你刚才还说莫论他人是非 连证据都没有 就把罪名扣在高则身上 秦衣 你在和我生气吗 你叫我怎能不气 你我相处这段日子 我一直以为 你是明辨是非的君子 可你却因为妒忌 蒙蔽了双眼 轻衣 你是觉得 我是因为嫉妒高则 才怀疑他的吗 难道不是吗 在你看来 我跟你之间 最大的障碍 无非就是高则 我和他室友婚约 可你也知道 我只是视他为兄长 无凭无据 怎么能让我怀疑他呢 若没有高则 你能击退山贼 当上大英雄吗 秦衣 你怎么越来越离谱了 子龙 你刚有一点成就 就目中无人 我真是看错了你 好 如果你只是来告诉我 高则是一个 不义之人的话 我知道了 那我告辞了 等等 我这次前来 是要向你道别的 如今陈定县已经安定了 我欲投身军侣 为匡复汉室 尽一份连薄之力 我知道 你向来都有大志向 祝你虔诚似锦 再无话可说 保重 赵子龙 赵子龙现在还没有死 我家小姐去见赵子龙了 我家小姐 你回来了 小姐 你遇到什么事了吗 你遇到什么事了吗 怎么感觉心事重重呢 我人已经回来了 你就不必再寸步不离了吧 不敢不敢 只是高将军在庭院等候多时 我是特意过来迎接小姐的 她来做什么 也好 我正好有事要问她 你先下去吧 诺小姐 高则 青衣 你还好吧 我很好啊 你在担心什么 没有 只是听说你一个人出去了 我去见赵子龙了 她还好 赵大哥 你跟青衣谈得怎么样了 她知道你要离开的事了吗 然后呢 不对呀 照理来说 你们俩应该是依依不舍呀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你们俩不会还在闹别扭吧 哎呀我们俩费了那么大的功夫 才见上她一面 有什么误会 你们一定要当面说清楚才行啊 师妹啊 我怎么现在才发现 你这么啰嗦 哎你 我这不是关心大哥吗 难道你就不关心 她跟青衣到底怎么样了 啊 也对 子龙 你现在打算 跟青衣以后怎么办呀 这回一去 可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回来了 对呀 以后的事 顺其自然吧 尤其我们责任重大 岂能每日想着 儿女情长那些事 在出发之前 能见到青衣一面 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大哥 就你这块木头 也就轻易能理解你了 子龙 这些干粮 你这块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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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有了 你这块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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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那块木头 我现在想着 你这块木头 你的期望 嗯 嗯 走 小姐 你已经烫了一百口气了 喝口茶吧 石燕 你说 我是不是错怪子龙了 我语气那么重 他一定 会很伤心吧 难道你相信 是高将军下的毒手 所以我才头疼哦 高则与我一同长大 对他这点信任 我还是有的 在珍靖县的那些日子 我觉得赵公子 并非绝情之人 我又何尝不知道 我倾心于子龙 就是因为他为人 淳朴敦厚 可是我方才试探了高则 丝毫没有看出任何端倪 或许这其中 真有什么误会 好了 不管赵公子 为何说出这番话 你心中依旧有他 对不对 嗯 我当时真是被气昏了头了 才会责怪子龙 可那个木头脑袋 也不知道向我解释一下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嘴笨 你一生气 他哪还敢再说半句 小姐 你若真是如此想念他 不如再见上一面 把事情问清楚 他应该已经离开了吧 我以后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明知道他要去投身军旅 我真的应该好好跟他道别才是 我许是 子龙 这济州看来比长神军热闹多了 可不是吗 这次出来 咱们也算长了不少见识 不过大哥 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呀 我这肚子都快饿扁了 师妹 你怎么总饿 那前面有一个饭馆 咱们走吧 你们先过去 我待会过来 好 那饭菜上了 我们可不等你啊 好 今天的会面 应该不在 文定兄的计划当中吧 此话怎讲 文定兄得知我还活着 不应该感到诧异我 是有些诧异 不过 更多的是惊喜 人生在世 但是知己难求 遇到对手 更是十分难得 文定兄过于抬举 但赵云不知 是不是今后 对身边的人 要多多提防一些人 多留点心眼 总是好的 子龙 你知道吗 我曾以你的死 失落感油然而生 但如今 见你活生生坐在我面前 我突然觉得 对生命又重燃热情 你方才所言 等同于 我之前的死 是你造成的 你不但造成了我的死 秦儿也搭上了性命 这只是你的推断 毕竟你无法证明 这是当然 不过我坚信 总有一天 你会亲自向我证明 我的推断是对的 好让你替自己报仇 我无所谓 但秦儿的死 总得有人负责 那么你得有足够的实力 让对方负起责任来 罪有应得 你我后会有期 臣不知道你我 下一次见面 是敌是友 是怎样的光景 子龙哥 你可算来了 怎么这么久啊 在附近随便走一走 来 快吃吧 要不是我拦着 这一点都没有了 看 还是咱们石妹 比较贴心吧 给你留了点 可别说我这个 当兄弟的 不讲义气 大哥 你说我们贸然前来 袁绍他会见我们吗 是啊 当初十八路诸侯 讨董卓的时候 袁绍可是联盟的盟主 咱们这几个无名小族 他会把咱们放在眼里吗 如今各诸侯都在招兵买马 咱们也不一定要投奔袁绍 听说袁继州慕含富 刚刚被袁绍逼死 现在还未知真假 咱们等一等再做选择 那倒也是 再说了 大哥可是真定县的大英雄 现在投奔谁 都会夹到欢迎的 是吧 官爷 官爷 您看您还没结账呢 结账 我们吃饭用结账吗 给我记账 不不 不 记账 官爷 您看我们这儿 小本经营 这也没有设账的规矩啊 怕我吃饭不给钱是吧 坐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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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爷 您看 这这不识穿 我们吃了一招 凡事都要低得懂 你帮了殿下二姨子 说不准 这些人 会便不加厉地讨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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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这 算你实相 走 走 小二 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这整个冀州城啊 就属袁绍府上的亲兵 这么霸道了 这个月都来了第五次了 没想到 袁绍的亲兵 这么仗势气人 要是跟这帮人为伍 我可不愿意 就是 像这种欺压百姓的军队 我可不投 就是 医馆亏包 可见一半 袁绍治军不利 任凭他的首相 为非作戴 况且 他又诈取冀州 逼死韩妇 却非民工之举 可见 不值得我们投靠 我赞投 子龙 那现在怎么办呢 你还有什么别的打算吗 大哥 不如我们改投公孙赞吧 去幽州 这有何不可啊 幽州郡主跟咱们都熟 有仗义 有胆势 想必他的父亲 一定言传身教 这也是 一条敏路 我赞成 公孙赞在幽州多有盛名 骑白马一丛纵横河北 也算是当事英雄了 我看咱们不妨前去投他 言之有理 既然咱们有了方向 就立刻赶路吧 师妹 你折返常山 通知周大哥 告诉他 我们改为幽州会合 我和言成 先到幽州谈谈路 大哥 为什么我去啊 你不去 难道让子龙去吗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 我武功比你高 我要随行保护子龙 你武功高 咱俩比试比试 看谁高 没有必要比试 要不然这样 我站起来 你只要 能够够到这个碗 就算你赢了 什么你 好了 你们够了 这件事你们都要争吵 还说什么团结 好了大哥 我知道了 我去 去吧 别急 你也有份 你也有份 爹 爹 队队 什么事啊 你 你 您成天就知道 照顾这些花花草草 对我不闻不问 你心里还有没有 我这个闺女啊 怎么了这是 谁惹我的宝贝女儿了 让我女儿 发这么大火 我从常山都回来 各把月了 我之前跟您提过的事 您都考虑了吗 考虑了 那个 不是你 什么事啊 你怎么这样啊 从来不把我说的话 放在心上 我是说 如今朝野轻压 天下局势混沌不明 我们公孙家 不能只是偏安与幽州 我们不能不有所作为 有所作为 行 爹知道了 不过天下大事 你说你就是一个 黄毛小丫头 再次还跟我议论 什么 我不是什么黄毛小丫头 您忘了 我此前在常山真定 可是相助赵云 结结实实打过一场胜仗 你这事你不说 我还真给忘了 我还没罚你呢 你没得到我的允许 擅自用兵 严重违反军纪 还在这给我沾沾自喜 爹 爹 当时我罚你啊 爹 你也太不讲理了 虽然我擅自用兵 但是我打胜仗了 我凯旋而归了 您可不知道 这常山的百姓 处处都口耳相传 大家都说 这幽州太守公孙赞 带领出来的死地兵 个个都能争善战 岳不可挡呢 说完了 行了 别给爹调高帽了 别给爹调高帽了 你是在夸自己呢 还是在夸你爹啊 依我看 就你带的那帮女卫队 不是你太强 是对手太弱了 爹 你别爹 爹 爹 爹什么呀 一天到晚 爹 爹 爹 多大了 爹没难 回家去 我不回 我还没说到重点呢 不是 你还有重点呢 说吧 爹听 您记不记得 我此前跟您说过的 常山英雄赵云 赵子龙啊 你就说 这个姓赵的 怎么了吧 我跟你说 咱们军队就缺赵云这样 有胆识 有谋略 并且武功高强的带兵将领 我觉得 您必须积极一点了 否则 肯定会成为一株之汉的 他一定能帮您 成就大义 对 对 完了 终点说完了 回屋吧 回什么屋啊 您还没答应呢 宝玥 姑且不论这个姓赵的 是否向你说得如此优秀 但他的低级出身 为父就不必考虑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人称他是常山英雄 常山那是袁绍的属地 你爹我现在跟袁绍 眼看就要短兵相接 拼个你自我活 你说我能重用他的人吗 爹 你想太多了 他虽然出身于常山 但是他现在跟了您 不就成了您的人了吗 我的人 我用吗 爹麾下有颜刚这样的猛将 还缺他这个无名小卒吗 什么无名小卒啊 他也不是什么泛泛之辈 我跟你说 你要是不用他 肯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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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务大势 为父自有主张 你不必多言 爹 什么 退下 您再考虑考虑 您再考虑考虑 退下 请 请 郡主 大人 门口有两人请求投军 这事拜帖 请大人过目 这事拜托 多半是在民间混不了了 想来军中虎口渡日 那还请大人明示 该如何安排 这样 你把他们带到后卫营 交给张魁 让他随便 安排点差事就是了 诺 二位 二位 就是你们两个要来投军是吧 目前啊 就我们两兄弟 但是日后呢 还会有四五十人马 过来投奔 好了 好了 你们两个跟着这位军士 前往后卫营去 找一个叫张魁的 他自会安排你们视作的 言成 你们弄错了吧 把我们安排到后卫营 那不是大财小用吗 言成 你别说 你 回去跟你们老爷说说 让他把败点看明白了 我兄弟赵子龙 那是等先之辈吗 你把他安排到后卫营 那不是大财小用是什么 要按你的意思 让他干个将军 你看如何呀 看这还差不多 子龙做将军 那我呢 就直接做他的偏将 然后安前马后地伺候他 你看这样 行不行 我看你是大白天的做梦 做傻了吧 我看后卫营也不用去了 把他们两个给我赶走 大人请留步 怎么 这位将军 你可还有事情要吩咐 后卫营 小的愿意去 请大人多多包涵 墨于舍地 一般见识 是 谢谢大人提拔 这还像花 把他们两个带进去 走啊 走啊 狗眼看人帝 咱们先忍一忍 多数武艺 赵子龙因为仰慕公孙瓒威名 又加上刚刚从冀州失望而来 于是他决定先进入公孙瓒帐下 暂时安顿下来 你们两个趁着马匹出营操练的时间 抓紧时间把这马匠打扫干净 把这马匠打扫干净 这怎么可能呢 还有 等马匹操练回来 要给马匹一一喂食 洗刷 总之 天黑之前要保证每一匹马 都舒舒服服的 天黑之前 这更不可能了 好 我们知道了 总之 干不完不许吃饭 行了 赶紧干活去吧 还要把马匹伺候舒服了 我哪知道马他舒服不舒服 这不明白这欺负人吗 子龙 我真想不明白 既然来了幽州了 你为什么不好好利用 你和宝月郡主的交强 非要第三下四的呢 如果凡事 都要靠关系上位 那将来 还会有什么作为 是 我去打水 你要是累了 你就歇会儿 你让我一个人打扫啊 你让我来 你让我一个人打扫啊 你让我一个人打扫啊 你让我几个人打扫啊 你让我把我行后 了 Ford 谁 是谁 剑是谁射的 剑是你射的 不不 不不 是他 弓箭在你手上 敢作不敢当 来啊 给我拿下 军阀处置 瞒着 过来 剑是我射的 与他无关 你 没错 我那是一时寄养 就借了这个兄弟的剑一用 郑重把心还不错吧 以后你会不会考虑 重用我 一个刷马旧的 敢在我面前逞能 我看你找死 住手 这位军长 不知小弟所犯何事 怎么 你们是一起的 没错 我俩就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那好 都给我抓起来 关禁闭 凭什么把我们关起来啊 开门 开门啊 你够了 这事还不都怪你 这 子龙 那个军头啊 他就是爱管闲事 仗势欺人 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初来乍到 做什么事都要低调 你可倒好 意气用事 你说 这样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那咱俩来这 不就是要表现吗 要建功立业呀 难道 你想在这儿 干一辈子的杂役吗 言成 话 咱不能这么说 我坚信 如果咱们有一身的本领 迟早会有出头之日 好 主公 主公 出大事了 主公 出什么事了 军师在刑军的途中 遇到了埋伏 阵亡了 主公 主公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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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快说 属下等陪同将军在袁绍打赢 上一几周一时 一切都死稳妥 但最后 袁绍却到要与主公会面上议 于是公孙将军出营归来 没想到 刚出五十里地 便与董卓狗贼的伏兵 将军 将军他在受害 谁 董卓 怎么回事 月一时 撤